你又去说跌了 转空了 我要去卖了 是不是都会反弹 对吧 所以来问这个追涨跟追跌的 我们内部群会有经常听我 视频的老粉丝 应该这种问题是不太会问的 所以你不论多也好 空也好的话 你都是在反向中去寻找 那个机会 那么今天的标题是 五一节 我们内部群同样精彩 那么今天是4号 昨天前天 那么我们做的都是不错的 主要的方向还是做空 那么我带你们来复盘看一下 首先这个是 五一节的时候 是开了一个单 那么这单的开单位置 应该是在这里 你会看应该知道 当比特币政府比较小的时候 我们能够参照比特币的 就是一个时间 比特币如果说就200刀 300刀 1%玩一天 难道你就去赚这200刀吗 你就去赚这1%吗 那你要赚钱的话 你得要去开多大仓位 你要用多大的杠杆 但是比特币如果说出现这个情况的话 你可以去找比特币的高点跟低点 你可以数时间 那么这个high应该是在这个位置上 我们是开了多单 那么这个多单 什么原理知道吧 首先一个线上做多 对吧 那么取哪个点呢 一定要在这个线吗 还是要从上往下跌多少 还是去选这个时间 从选这个时间点 到这个时间点 这个地方加值 等于这个地方 对吧 那么这个都有交过 所以这个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简单的单子 是不容易错的单子 那我这边就不重复了 应该你会看 这个是4月28号 那提示了这个 HING这个币 就这个地方 那么其次是在这个币 HOK 这个币应该是一样的方法 因为同一天操作的 应该也是在这个地方 刚刚那个币 high 它可能刚好到了这个均线的附近 那么这个币 你看它没有到均线 我们是不是也是 没有标准踩到这个位置 这里 这个是应该是 什么时候 是这里 它也可以做 就是一个时间 时间 好 那么这